如果從小想捉迷人的人 究竟他的心路歷程會是怎樣的呢? 今天人物志第二集的主角就是 塔齒亮和塔齒明人 大家好 我是廢柴誠意勇氣 冬曼日本文化、香港文化三個範疇 為我頻道的方向 希望大家喜歡 第一 塔齒亮的心路歷程 塔齒亮他從出生的時候 在小時候已經經常被他父親塔齒明人 跟他一起練習他的奇藝 塔齒亮每天都會花很多時間 去研究奇局奇譜 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有職業奇手的實力 本來他這一條人生都會很順暢 但有一天 小學六年級的進騰光來到了 令塔齒亮崩潰 因為由他們第一次的對局 第二次的對局 塔齒亮就知道進騰光的實力 絕對在他之上 而根據塔齒亮的角度 他沒有可能知道 他眼前這個小學生進騰 背後竟然有奇才 軍師座位 就是這個原因 令塔齒亮很失望 覺得自己不能夠繼續前進 塔齒亮跟進騰的關係 就是第一次第二次對局 然後在海王中學之後 網上浪費的對局 然後第一次對局 再之後 試想一下你是一個頂尖職業高手的兒子 你一生就是為了圍結而努力 然後出現了一個 天父上給更優勝的人 叫做進騰 這是一個暫時性 而我們是身為一個第三角度的 我們知道進騰是一個天才 但他也很努力 塔齒亮對於進騰光的轉折的位置 就是奇魂好看的地方 也是塔齒亮這個人好看的地方 而塔齒亮和進騰這一隊 我相信很多的觀眾都是認同的 塔齒亮最有兩點的位置 第一個就是進騰和塔齒亮 我只是想輕輕地做一下職業棋手 再輕輕地拿幾個冠軍投票 而這個事件令塔齒亮很生氣 因為他從小就是這樣去捉圍結 但這個態度又很輕挑 但同時又贏到我 糟糕 所以才產生了塔齒亮和進騰 真正開始那個地方 而第二個位置就是 塔齒亮以海王中學的三將身份 和進騰光去交手 塔齒亮一直以為他追廣的目標 就是那個搖燕的他 但不知道那個背後是有座位在 但這一次是進騰光用當時他的實力 下棋 當然結果是輸得一敗土地 塔齒亮緊煙 這個好像在廣東話配音是沒有 因為他的奇墨落差更大 而這個部分 日文的配音加上他的形容詞 我覺得是最適合的 第三個位置就是塔齒亮以老師的身份去鍛煉月智 這個也挺重要的角色 和進騰光進行這個職業史 塔齒亮以第一身排這個奇譜給月智看 令到月智可以接近100% 去感受到塔齒亮對進騰光的強大 而以另一個人的角度去知道了進騰光現在的實力 塔齒亮老師在這個劇集是一個很癡迷進騰光的人 在第四個位置就是塔齒亮在第一次公開場合和進騰光去對局 而那一局雙方都是盡全力去抓的 令到觀眾看到要生要死 最後塔齒亮在局中得到 原來就是另一個的你 這個位置是多麼精彩 雙方透過圍棋可以了解到對方去到一個怎樣的程度 令很多人扣納了塔齒亮和進騰光的身份 而塔齒明人作為塔齒亮的老闆 現在在日本頂尖的職業奇手 他當然希望自己能夠達到神之一手 如果不是塔齒亮 塔齒明人根本沒有機會認識到進騰光和背後的座位 對於塔齒明人來說 和進騰光作為交手 不單止令到自己的奇藝進步 亦都知道自己的兒子 塔齒亮為何對於進騰光這麼著迷 而塔齒明人在兒子輸了兩次之後 在奇藝射見到進騰光 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兒子是特別的 而塔齒亮輸了給同齡的小朋友 是沒有可能的 那之後塔齒明人進騰光的第一次新初段的對局 是一個最有亮點的其中一個位置 因為他以奇藝就知道進騰光背後是有些東西的 但不知道是什麼 他沒有可能有這樣的氣勢 他就跟進騰光說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捉到這樣 但你隱藏不到你有的東西 我由你身上感受到一股神經八戰的氣場 他希望下一次對局 我們以分線 分線則行 八分線 大家去捉自古單數還是雙數 然後是網上Side Toya Koyo的對決 塔齒明人見到自己的不足 而作為在上帝的角度 我們當時知道 進騰光看到這一場是最大的得益 而得出了塔齒明人的年紀大 願意學習 放低那一面 塔齒明人也代表著一個 一個爸爸爸爸的一個角色 一個爸爸有應有的威嚴 一個爸爸老爸很重視自己的小孩 是作為已經爸爸老爸的人見到的一個角度 也是這個角色比較深刻的原因 如果要利用一個字來形容 塔齒父子親 我就會選這個字 有其父必有其子 最後有關塔齒亮和塔齒明人的問題 大家又可以認為塔齒亮和塔齒明人 對於你來說最深刻的位置會在哪裡 歡迎留言 喜歡就可以comment like subscribe 我是廢柴誠意勇氣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有趣的事